各位产业先进还有地方政府的朋友大家好 那现在开始是我们进一步工业局智慧城乡主题馆 我们围棋这三天都有非常精彩的智慧城乡PG Show的 这个厂商方案的分享 那我们今天很荣幸有邀请到三家从事智慧健康的厂商 分别从AI抗失智 还有智慧长照的定位系统 还有整个智慧共造网的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与地方政府合作相关的一些计划成果 那第一件是这个点进科技的 我们请那个苏子营长来跟我们分享 他们跟桃文市政府在这个AI热灵健身房的相关服务的 一些架构的情况 那我们掌声欢迎这个苏子营长 大家好 我是热灵制造的Eric我姓叔 那今天由我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跟桃园市的合办的这个热灵制造健身房的一个服务的架构 那首先大家都知道在高龄化的社会 其实活得久不是一个问题 怎么样活得久又活得健康 才是我们的真正要探讨的问题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训练的方式来延缓你的老化 或是说对抗失智症的发生 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效的去减轻所谓老化对整个社会 对整个家庭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负担 所以训练是一件非常很重要的事情 包括在对抗失智症的过程中 我们也会常常听到要多动脑 多运动 那所谓的煽动 还有多互动 那可以有效延缓失智失能 那我们跟桃园市政府的这一个合作案呢 就是把我们的物联网的训练设备 包括看到Soda、Sports、Taka跟天才小拼地电 这样子能够做数据上传的训练设备 跟其他的一些软性的服务去做结合 让长辈呢在这个社区活动的时候 他可以达到一个社交互动 那也可以做一个认知运动的一个训练 那中间呢我们认为基地基支也是非常重要 基地基支分两块 一个是个人的 他个人在这边做训练 他个人的账户可以做基点 去做换证购买东西的一个动作 那另外一个是社区跟社区之间的竞赛 社区跟社区之间竞赛会有凝聚力 那像我们最近呢这个月 也才刚完成了另外一期的比赛 由桃园的这个续灯日照 他是第一名 那我们就送他很多这个雀草的礼品 那长辈就会觉得说哇我替我整个社区赢到一个荣耀 那所以这是社区部分的一个竞赛 那我们也会搭配因为物联网的关系呢 这个优势我们可以做一些远端的治疗师课程 在防疫的状况下没有办法有治疗师到社区到据点 那长辈甚至也不方便出门的状况下 他们在家就可以做这样子的训练 好那我刚刚提到说我们的训练 我们的解决方案原本是由训练装置跟云端平台做组合 那训练的内容呢有运动类的 有手眼协调的认知 那也有训练下半身的这个运动 下半身激励的运动 那透过这些训练的数据的记录 我们可以去做长期追踪 那量化的结果呢 也可以提供这个照顾的团体 或照顾的专业 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数据 那AI演算法的话 我后面再比较详细的介绍 他可以去减轻我们 减轻我们一个专业的人力 必须要随时在长辈的旁边 去帮助他调整他应该要做的运动课程 或是训练课程 那我们现在也在串联 跟从医院出来到社区的活动 那甚至到他家里面 都能够做这样子一个训练 那把这个训练的数据 串在他同一个账户里面去 好那具体来讲 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使用情境 就是说我们提供训练设备 那让这些长辈呢 每天可以使用 使用过程中我们就去收集数据 云端就做分析 那AI治疗师的课程呢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训练设备 它都针对不同的能力 比如说有的是针对注意力 有的是针对反应力 那每一个长辈 他的状况一定不一样 那他需要的难度也不一样 因为我们都知道 训练要有效果一定是刚刚好 不会太难也不会太简单 那你不可能随时都有一个治疗师 护理师在旁边说 你今天要做什么 但是我们的设备呢 这个通过数据的收集 跟演算法的能力呢 它可以告诉你说 你今天只要做15分钟的 注意力训练 因为你注意力坠落 那你就只要完成这15分钟的课程 你就可以把你坠落那一块补起来 那当然每个人不一样 可能我是记忆力有问题嘛 可能我需要多一点运动 OK 所以这些就可以透过云端来做处理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的一个cycle呢 让所有的长辈都能够玩 达到一个自主健康 健康尊严老化的这样子一个目标 好 所以刚刚介绍的就是 我们跟桃园市政府 把这个四项的设备整合在一起 这四项设备有大脑活化 有手眼协调 有全身运动 有腿部肌肉 所以基本上你一位长者 大概全身上下 从头到脚需要的都 都可以做到训练的 好 那我们也把整合到这个 所谓摊车上面 有些据点因为空间大小 他可能没有办法定点放在那边 他可以做移动 需要训练的时候去移动 好 那甚至是可以推到户外等等的 让爪贝这个使用上更弹性 然后再搭配一些 远端的课程跟实体的课程 还有这些激励的制度呢 我们去做一个配合 好那这一件事情在去年开始 已经在桃园市有九个场域都同时导入了 那目前也超过了两万八千个人次做使用 那数据 在后台可以看到的这个激励运动能力的数据 以及所谓认知能力的数据 都待会会有做呈现 都有进步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这边都会一直强调每天15分钟 因为长辈没有那么多体力跟耐心说 你今天要训练 你要训练一个小时 他们会击笑 所以我们的这个演算法呢 除了去推荐最适合难度之外呢 我们还要去考虑时间因素 不能让你训练很久 长辈也会受不了 那待会在展场我们后面就有我们的设备 那在桃园市的市政府那边的展区也有我们的设备 大家都可以去体验 这个是受打热火认知训练机 它很像那个打地鼠的游戏 灯亮就去打 那其实 透过灯亮就打这么简单的反应呢 就可以设计出去训练你的反应 注意 协调 记忆 这四大认知不同 那大家可能说 那你怎么说这样就是训练 因为我们是跟职能治疗师合作 职能治疗的场域去做什么样训练 我们只是把它做数位化的动作 所以这并不单单纯 只是一个游戏的过程 它其实是有职能治疗专业在里面 那大家看到画面上这个绿色手套里面有一个感应器 它这个感应器可以去感测你的动作 那在场域呢 同时可以有50个人一起 一首歌一起玩 那玩完结束之后呢 自己的那个运动能力就会各自归乎 所以很适合这些日照中心啊 长照据点 他们需要多人同时带活动的时候 那活动的内容也很多样 从慢的太极拳 到稍微快一点的体式能 到有一点治疗效果的 所谓物理治疗师的动作 然后到街舞 到倫巴 其实是很多样化 好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透过触控荧幕就可以玩的游戏 里面有14种以上 那每一种游戏呢 都是训练逻辑啊 机翼啊 注意啊 这种小游戏 那除了长辈之外 其实小朋友也很适合玩 有时候长辈跟小朋友就会在这边做互动 好 那地电呢 它既可以训练下半身的走动 下半身的肌肉 也可以透过这个走动的方式 你就去解题 好 告诉你说这个要去踩哪一支 踩哪一支 就是要配合你大脑的一个认知的活动 好 那刚刚提到的积分的奖励制度 我们有许多的许多的包括个人的账户 以及这个社区的互动的比赛 都已经在执行当中 好 那这是去年6月到今年2月 我们已经有9个长域 465个人使用 那也超过两万八千个人次 那进步的数据呢 其实是相当明显 从后台的数据可以看到你持续进步 85%的长者都有进步 都有进步 那根据统计的数据呢 我们如果能够把失智症的这个并程 从初期到中期这样子的过程延缓一年 这样相关的照顾成本呢 一年就可以省下96万 96万 那台湾呢 目前推估已经有30万的失智症人口 所以这个省下来的这个费用呢 其实是相当可观 因此市府首创AI勒林制造健身房 七手工业局与国内业者 打造了四款从头到脚的训练设备 并且在八个长照机构 护理之家等地建置示范据点 市政府提供这个示范场域 那目前做了八套 打算再把13个卫生所来装置这些设备 来推广 不只帮助延缓失智运用AI技术 还可以将相关资料传送到云端 做科学化的数据分析 进一步完善照护机构的环境 希望为长者打造健康的老年生活 记得林中正套用 好 所以我们利用科技去应用到长照的领域 可以解决掉两大的很主要的问题 一个是人力资源的问题 一个是资源分配的问题 因为数据最重要的价值 就是在于说你可以作为决策的依据 那我们公司在目前针对失智症训练 提供这样解决方案 未来会再整合到大健康 以及对抗失智症的所有的相关的一个服务 好 那这是我们打造的服务 就是为了目的要创造长辈的健康的笑容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好 我们谢谢苏执行长为我们介绍 他们在跟桃園市政府合作的一些计划的成果 那我相信这个服务除了说 获得桃園市的支持之外 其实也扩散到澎湖县 跟长照中心做合作 那接着我们第二场 我们也很荣幸邀请到智慧时尚的张总经理 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从屏东的平安服务激发出发 进一步扩大到与云林县 台北市跟台东县 很多的地方政府都导入 在刚利用这个AI技术做智慧定位 来协助社区做更好的长者或者是学童的关怀的服务 那我们来掌声欢迎张总经理 各位大家好 我叫张育泉 大家可以叫我Ken 那我们公司叫智慧时尚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 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的源起是什么 那首先呢 我们公司大概成立11年的时间 一直都是在专注在物联网相关的应用 那也很荣幸的话呢 在这几年当中 我们有一些发展的基础 一个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轴 叫智慧寻人 因为我们知道长辈 尤其是一些高龄的长辈 他可能伴随着一些失职症 或者是一些记忆退化的风险 所以我们时有耳闻 在新闻上面会有长辈走势的案例 所以呢我们如果可以提前预防的话 我们就可以更鼓励长辈 出来保持跟社会的互动 而不用担心他走失 那这也是我们在整个城乡计划 催炼两年的一个成果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们在全台湾有超过5万个Wi-Fi热点 是跟中华电信所做的物联网合作 所以我们一开始 能够在不同的这个县市 快速的导入户外定位 靠的也就是结合这些户外热点 那再来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今天知道长辈在户外的状况之外 我们也会想要知道 他在医院里面进来看个诊 他有没有这个子女在上厕所的时候 他就走丢了 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很有趣 但是这个是实有所闻的事情 尤其是在像和平医院 这样子高临门诊的区域 所以呢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机构 他们也会有这样子室内定位的需求 那我们在这个11年的历程里面呢 其实在不同的场域都分别导入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定位技术 那其实呢定位技术不外乎三个目的 第一个呢就是管理方面的效率 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人员在哪边 知道我们的重要物品在哪边 知道我们常常流动的器械在哪边的话 我们不用再花时间盘点 我们迅速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 那如果说呢 我们对于长辈小朋友 有安全上面的需求的话呢 我们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服务 可以在他们离开我们 希望他待的范围的时候呢 赶快收到通知 那我们知道很多长辈跟小朋友 他没有找回来 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没有协讯的机制啊 也不是因为科技不够好 而在于太晚开始去找 所以在我们这几个案例的 现实案例里面呢 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黄金时间 我们设计了很多电子围帘 他可能透过家属设计 可能透过照护机构设计 可能透过照服员去设计 当长辈离开了这个区域的时候 家属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那在启动所谓的协讯机制的时候呢 他找回来的机率就会大幅的提升 那第三个呢 我刚刚讲第一个效率嘛 第二个是安全 第三个是安心 其实我们真正定位技术的目的 不在于说我随时随地要看到谁 而是在于我知道我关心的人 我关心的东西 他处于一个发生异常事件的时候 我能够知道而且能够找到他 所以呢他的应用场景 就可以在很多的地方都做导入 那我们过往做过的案例呢 包含像是在车站 跟亚续电脑合作的 台北车站的一个室内导航 室内定位 然后呢松山机场 我们大概也是合作了三年以上的时间 帮助松山机场呢 去了解所有的人员 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而且可以结合排工跟派工 还有回报机制 那这样子的一个案场的类型呢 我们也推广到非常多的工厂 甚至是医院去做管理面的使用 然后呢像是我们也针对小朋友在购物中心 他们常常担心小朋友乱跑乱跑 家长就是一下找不到小朋友就要去广播 所以呢我们跟ATT购物中心呢 就合作了小朋友的防走失手环 如果小朋友带这个手环在家长油罐的时候 小朋友不小心逃离视线 家长的APP马上就会来一个警讯 然后他可以马上看到小朋友在哪边 那再来就是像我们很多的停车场 我们都会有找车的困扰嘛 尤其如果大家今天赶着过来的话 可能下车的时候很有信心 知道说我车停在哪里 逛完两个小时再回去就忘记了 所以呢也有我们的机制呢 主要输入车牌号码 我们就可以马上像Google导航一样 把你带到你的车子面前 所以一些案例呢 基本上他挑战几个点 我大概挑几个来做介绍 在台北车站呢 他最主要是一个挑高的场域 所以我们如何在一个棋盘阁的 这样的一个八层楼的挑高空间里面 做到不飘移的定位 这是我们的技术挑战 那如果去比较香港机场的话 就可以知道一样是用所谓的 Beacon技术 但是他却会有很明显的差距 然后呢 我们挑战的就是 我如何在每一次上楼梯 下楼梯 要转弯的时候 不会飘移 那这个不会飘移呢 其实他需要非常多的演算法 去做导入 不然的话呢 很多的定位技术 在我们上下楼层的时候 他会一下觉得你在五楼 一下觉得你在三楼 但是我们在台北车站也欢迎大家去使用 完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也在跟台北市政府的合作底下 我们在一些工地 我们去做了这个劳工安全的定位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工地在施工的时候 有两个状况 第一个就是 他可能会在地下两三层楼 很恶劣的环境施工 因为我自己有去走过 真的是没有熟练的技巧 很容易发生危险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工地的场域是不断在变化 他一下子拉钢机 一下子要测这个要加那个 所以正常的一些感测设备 他是很难在工地的环境里面做建置 那我们也因为在这两年 城乡计划的催炼当中呢 我们发展了一个Widesound 的一个Mesh Network的技术 他透过信号的传递呢 我们只要在工地里面 有放灯的地方 放一个我们的感测器 有电就可以了 我们所有不管你是地下三楼 还是在这个偏僻地带 他的定位都能够做到准确而且安全 那也适合在一些像电厂啊 或者是一些有这种隧道 有锅炉的地方 非常适合来做使用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后台 就是如果导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员 我们的物品现在在哪一个位置 那有异常状况的时候也会随时通知 那这个是在我们台北市的这个 公务人力发展中心 他的公厕巡检 那以前我们在做巡检的时候 都是让人家嗶嗶 就知道我有去做了 然后离开的时候嗶嗶 但是呢 我会不会嗶一下 然后跑到旁边喝杯饮料 再回来嗶一下 这个是不知道的 那再来就是呢 除了清洁人员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是巡检的人员 来确定他扫了干不干净 那他是到门口签了名就走 还是要真的有花一分钟以上的时间 去做检查 所以透过我们佩戴我们的识别证的话呢 这是传统的做法 他的这个 这个没有效力方我就不讲了 只要佩戴我们的识别证 他进到了这个打扫区域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第一个他真的到了 第二个他清扫多久我们也知道 那一样来检查的人呢 他什么时候到停留多久 我们都可以知道 这后面的数据就很有意义了哦 到底一个标准的清扫时间 我要定多少是合格的 以前可能都靠 每一个不同的管理人员去制定 现在我们可以数据化 也可以依照整个场馆 人流的多寡 我们来做个预先的判断 这一切都在于 透过这样的一个技术 把他的数据给收集下来 所以他在前端呢 不同的人员 配戴不同种的这个感测器的卡片 他就是一个一般识别证的卡片 就可以戴在身上 非常的轻 然后我们整个里面的建置呢 我不需要去花很多时间去拉线啊 准备WiFi啊 就是我刚提到的一个 WiSound的一个规格 他基本上透过很低功耗的一个 Mesh Network的传输 所以在整个 我们的示范场域在这个 WiFi的一个公共认阅发展中心 我们只用了一个联网的server 就把里面全部的 厕所啊户内户外啊 全部都连在一起 是非常成本低廉的方式 所以我们的整个定位系统 就可以在后台去知道说 今天去扫地的状况啊 清洁的状况 有没有异常的状况 然后同样的技术呢 我们也发展到了和平医院 在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和平医院区 在这里面呢 他可以管理所有的设备 知道他们现在的位置 有没有不小心被带到不同的楼层 那如果来做高龄门诊的长辈 也会请他们配挂 因为以前就常常发生 子女上厕所的时候 长辈一下子忘记我为什么来这边 那他在里面 我们知道说他人在哪里 变成红色的时候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是属于异常状况 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做协讯 那出了和平院区怎么办 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呢 跟药群科技合作 台北市我们有户外 一千多个守望点 所以长辈呢 如果从这个和平院区走到户外 就会马上在我们的户外感测器的 协讯的状况底下 帮我们去找到他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其实是把我们的室内定位 跟我刚才报告的WiFi的这个Network 去做结合 我们在屏东台北台东云林 跟不同的企业 还有跟县市政府合作 我们在户外布了很多蓝牙的感测点 那长辈呢 只要佩戴我们的卡片 或者是钥匙扣 或者是平安符 走到户外感测点入口的时候 他会被感测到 所以呢如果他不该出现在这个地方 他会变成一种紧急的通知 他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 就是一个守护范围内的一个活动 我们就不会触发任何通知 那一旦触发的通知呢 我们目前是用LINE 因为大家最熟悉使用LINE 我们可以用简讯 用其他的方式去通知家属跟照护者 所以呢他在这个整个不同的县市 试验的情境或许有不同 但是都能够做到多个人的同时定位 以及不同个案的一个历程管理 那如同刚报告的 就是说呢我们在像云林台北 屏东台东都做了不同的场域训练 那在屏东呢我们特别针对的是一个 完整的示范场域在竹田香西市村 里面有很完整的一个辅助体系 鼓励长辈多走出来活动 那你要鼓励长辈多走出来 你就要让大家能够安心 所以也是我们第一个导入的地方 那我们的潘县长就是首发的这个创想 把这个定位器做在我们的香火袋里面 它非常大幅的提升长辈的一个佩戴意愿 然后呢我们在云林尝试的做法是什么呢 是祖孙 因为呢这个你要叫阿公阿嬷用3C的东西 会有点挑战 就算你有一个香火袋这样子的一个工具 那我们做一个机制 小朋友呢带着这个学生证到学校 他就会做到校跟离校的通知 让家长安心 然后小朋友的阿公阿嬷 如果也佩戴了我们的感测器的话呢 阿公阿嬷每一天出来活动 我们系统感测到 给他一点红利点数 然后呢这个红利点数累积起来之后 可以全部送给他的孙子孙女 所以因为这样子贴孙的方式呢 就带动了大家的使用 那我们的这个感测器呢 它可以有不同的样式 配合不同长辈们 或者是小朋友们的使用习惯 那再来就是 我们一开始是用纯粹的蓝牙技术 把原本在室内的这个方案 延伸到户外 但一定会有很多人问我们说 那我人在屏东 如果跑到了台中怎么办 跑到了南投怎么办 所以呢我们把一样的软体平台 结合了像是NBIOT GPS 再把它扩大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合作的县市底下 我们会把长辈或者小朋友分类 如果你是在一个固定的区域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配戴像我们这样子蓝牙的卡片 因为你可能都在这个村 都在这个城镇里面 那你的活动范围 我们比较好掌握的 不会一下子跑太远 它的优点就是说呢 它放一个扭扣电池 可以超过六个月的时间 像这个卡片放两颗 可以超过十二个月的使用时间 但是如果你是长辈 你想要有一些这个不要有违和感 不要被标示化的话 也可以选择像我们这种跟公庙合作的 那我们在不同的县市就跟在地的公庙合作 那再来就是说呢 有些长辈他其实很fashion 他觉得说我也要量测健康 人家有手环我也要手环 所以我们一些长辈特别是选这一种 可以跟蓝牙结合的这种运动手环 然后再来就是呢 像是NBIOT的这个结合GPS 它就不限这个场域的限制 全台湾都可以感应得到 那当然有一好没两好 它的这个我们讲的平衡点就是说呢 它可以用七天要充一次电 所以呢对于能够有家属照顾 有这些陪伴人员 可以在每七天鼓励他去做一次充电 或者帮他做一次充电的对象 就很适合采用 所以我们不同的这个表啊 它的功能我们都会结合在一起 那最后最后就是说呢 我们也把这样子的服务 跟新光保全做了整合 因为很多这个个案告诉我们说 那我家长跑出去的时候 我就在上班啊 那怎么办 不用担心 如果搭配我们这样一整套的服务的话 当你在上班 你的小朋友有状况 你的阿公阿嬷有状况的时候 保全公司可以透过我们的系统 立即的做协讯 那以上是我们的报告 谢谢 谢谢张总经理的介绍 那我想 刚刚张总提到很特别的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智慧科技 在技术创新之余 很多时候其实重要的是这个服务的创新 那跟公庙的结合 其实可以把这个 长辈佩戴平安府的这个比例 再做一个提高 这是一个计划非常成功的地方 好那接着我们接下来 最后压轴的是 请到我们先进一致的 黄总经理来为我们分享 他们跟高雄市 屏东县跟澎湖县合作的 共造的服务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也协助三个县市 获得这个IDC的 雅籁地区的公共卫生的 智慧城市的大奖 那我们早上欢迎黄总经理 大家下午好 大家好 那我是先进一致总经理 那大家可以叫我Johnson 那么我想呢 谢谢公益局给我们这个机会 参与这个计划 那我想从 精准健康这件事谈起来 因为我想这已经是到一个 国家战略的一个机会点 那不免俗 先进一致是一个新创团队 所以特别谢谢这个 计划办公室 让我们在高屏棚能够让落地生根 那最后复制到海外 那我想健康照顾这块 如果有在关注这块议题的 我理解可能从过去以来 因为健康是一件 对市民相对有感的一个政策 那过去来投入大量的资源 但是都会发现几件事情 就是说计划结束以后 可能好多的计划投入设备 那设备可能 因为维孕成本啊 或者被使用率的 长者接受度也较低啊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每天量测的这些数据 到底能不能真正被落实 被应用被分析回到临床 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没有商业应用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 这种智慧健康的科技啊 或照顾的服务 没有办法落地生根 没有办法永续经营 那我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就希望去克服这个挑战 所以我们谈一下说 下一个医疗世代 我想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说我们目前面临到健康 或医疗上的行为的需求 那特别这次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关注到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的一个时代 已经有太多原性的一个资料 从医院的 从基层医疗的 从这个长照机构 零零种种不同的数据 这些数据能不能被汇诊 被使用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单位 过去他就是 Focus在说 可能他有拿到一些计划资源 那他就去 我怎么接一些设备 那大家都重新来过 我怎么去创造 这个可能到 从会员的系统的经营 管理长者的经营 我可能要发展一个平台 那大概经费用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甚至你还要在谈临床验证 还有疾病有非常百态 我怎么去发展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很多县市或很多地方机构单位 他最后用一个Excel在管理他的这些用户 那我们就觉得这件事其实是可以被更弹性的去解决 然后更快的让市场成熟进到一个智慧化照护的过程 所以我们定义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在环境智能化设备这一块 那这是在雄岸里面我们发展像智慧健康照护站 智慧简易站 行动照护包 这一块基本上都已经进到 so far现在已经几乎超过200多个据点 在整个高屏棚 那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说 这些用户在量测完这些数据以后 他基本上这个数据是 belong to user 所有的我们合作的医疗院所 他其实就像是一个粉丝团的概念 我用户愿意授权给这个医院 那这个医院就能有效的分析或使用我的data 所以很多的医疗机构就会利用这样的平台 他只要subscribe以后 他就可以开始发展自己客制化的 像我们有妇科的 他就比较focus在妇科的发展 有些在妇健科有些在骨科 那甚至我们也扩散到 透过这个案子扩散到智慧诊监 行动化物联网的应用 像花莲在整个13片乡的智慧公播 或LINE的服务或者照护的服务 那目前我们现在发展 是以推动人工智能为基础的这种共照服务 我们现在在上面大概有快60万个用户 那基本上就是说有APP 有LINE 有这个智能个管 这块是我们在发展 这是我们在谈 接下来谈精准健康这一块 那为什么医疗机构 或者是这些限制单位跟我们合作呢 其实简单来说 就我们已经集成了这个平台 上面有快20多个模组 你不用一个一个自己去打造 你只要subscribe一下 你大概就可以直接利用上面的这服务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这个失智相关的 那失智量表开完 那民众大概就可以开始去使用 像我们有导入成人健健的 那个心导管术后的 怀孕期间妇女的这个医疗照护的一个行为 那刚才有提到说 我们现在有发展一块 人工智能精准照护这一块 其实讲的就是说 我们让医疗院所自己定义 她要的照护服务 我举例来讲像刚才讲妇科 一个妇女从怀孕后 有好多整前卫教的过程 需要face to face 就是人为去做照护 我们现在把60%的一个照护过程 都变成是电子化资讯化 而且根据你量测的数据量表的回复 去做到分析以后 去做到智能上的一个推波 所以我第一个月开做哪些动作 该上哪些课程 做哪些量表的回答 系统都帮你处理完了 所以很多的医院 就可以根据这样子的方式 去发展它特别化 精致化的照护服务 所以举例来说 我们有跟睡眠中心的 有跟这个刚才妇科的 也有跟这种比较算失智失能的 那在另外一部分 我们也进到社区 我们在社区的部分 很多社区会subscribe我们平台以后 去做社区长者的一个 照护的一个过程 那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计划里面 我们也产出这个全民就诊 远距叫号平台 简单来说 大家如果有去看过诊所 一般都是去门前挂号 我们现在开放给全台湾诊所 一样subscribe完免费申办 你就可以给民众 线上叫号挂号 预约加代号 代这个叫号码 所以已经开始用户量 已经慢慢成长起来 那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就是说 这个我们已经推到马来西亚 就是希望说有一些服务 你有远距 远距照顾的需求 远距这个门诊的需求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平台 那这一块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在马来西亚做得还不错 所以谢谢计划办公室 让我们这个机会 可以把这样的服务 去推出去 那再来就是我们也延伸到了防疫 防疫的部分 如果各位最近有去医院的话 可以看到就是 如果有查这个旅游史的时候 是大排长龙 我们摊位有一个设备 一秒钟查完 所以医院不用再排队 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有 快四十几家医院都导入 健保卡一插 这个旅游史就已经查完 那我相信接下来国门一开放 会有大量的这样子的 一个行为上的需求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 这些企业 这些医院 这些出入口 每天保全站在那边 量体温的这个体力消耗 都可以用这样子的设备去取代掉 那我也知道台湾有很多 很好的厂商也推出 不管人脸识别 零零种种的一些应用 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说 我们利用台湾IoT的这些合作厂商 我们cost可以荡到非常的低 那行动照护包一样 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这个计划我们输出到泰国 今年我们泰国就出了1500多组 他们用这行动照护包 去做防疫的一个应用 到远距的应用 刚才提到的 那我们在熊健康这个计划案 刚才也提到我们计划执行是130点 但是在计划结束后 这个点一个都没有收掉 现在已经成长到200个点以上了 那也协助我们的县市 去推动整体精准健康照护的 一个应用服务 串联的诊监达330所 那我们现在很积极的 去扩散到其他医院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各县市的一个支持 还有像我们刚才CAN也是很支持 我们跟我们好多案场一起配合合作 其实我们很喜欢跟台湾的一些新创 或计划商合作 因为大家focus的领域不同 那国外的成果可以看到 我们出到泰国的 他们插个泰国的健保卡 那个ID卡 就可以做这个整体的这个量测 照测管理 那出到香港的 有做这个疫苗施打的预约机 那刚才讲到我们用户2021年预期会 抱歉 预期会达到60万用户 希望我们今年可以继续努力达到这个数字 那也谢谢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得到2020亚太智慧城市奖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战 再接再厉 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 这是我们公司的这个核心价值 我个人在非洲三年多 现在因为疫情去不了东南亚 我们就好好深耕台湾 把台湾最好的案例复制到世界各国 好喜欢的话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谢谢 谢谢 都给我 那我们现在那个先进一支黄总经理 跟我们大家所做的分享 刚刚他最后没有提到说 我们整个方案也是有输出到 泰国或者整个东南亚的市场 那我们这个程序计划其实就是秉持着 去中央地方政府出题 那由中央政府这边做补助厂商 在国内的场域做相关的服务的试炼 那我们希望说从过去 我们去年其实有累积了大概200多个案子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今年开始 在相关的一些服务上 我们可以朝向国际做一个整合性的输出 那我们会利用整个经济部的相关的资源 来做整个输出的推动 那今天是我们整个城乡馆的第一场的pitch show 那我这边也预告一下我们明后天 明天部分我们其实会有这个 明天早上会有智慧治理的一些场次的pitch 那我们邀请到卡米尔 硕网跟保育林科来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用AI来做空屋侦测 那还有说用AI来做这个税务方面的一些咨询的问答 以及用AI来做这个决绝跟从软相关的一些识别的一些技术 这是我们明天早上智慧治理厂次的pitch show 那明天下午的第一场 我们是零售观光跟5G 那我们请这个音乐达做相关的这个在5G方面 智慧工厂的相关产线上的一些AI的识别 那第二个是我们跟请资料 台湾资料科学 他们在整个智慧通路上面 跟地方政府包含云林县政府 有做相关的一些服务的创新的导入 那以及第三个亚续电脑 刚刚提到说我们在整个北车 台北车站 有做整个室内外的AR的实境的导航 这是我们明天下午第一场 智慧场次的这个pitch show的部分 那明天下午的第二场是我们智慧交通 也是行到三个厂商 第一个是这个台湾国际 我们运用这个地词 跟一些大数据的分析 来协助台南市跟平东县 做智慧停车的这些整合性的服务 那第二个是沿洋 它利用AI 我们也是做相关的这些路况的监控 跟行车辅助的展示 那最后这是万达通 我们跟台北转运站合作 成立这个行动化的APP 然后透过APP就可以提供 在台北转运站相关的这些 客运业者的这些行动票证的服务 所以我们明天大概会非常精彩 会有早上的智慧治理 下午第一场次的零售观光5G 还有第二场次的交通 来跟各位地方政府和产业先进来分享 我们第二天的这个智慧 产业应用的相关的内容 那很高兴大家不容参加今天的活动 那我们就期待明天早上11点 有第二场的这个智慧治理的PG Show 谢谢